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我教过你怎么拜佛 却还是没学会呀 拜佛要像蛤蟆 几杯要放平 我记住了 以后拜佛一定达到标准 好好好 蛤蟆就是青蛙呀 拜佛心要成 几两板要平 放碗水都不洒 您看到我的错误 马上就给我指出来 您真是把我当作您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了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 腿上长了毒疮 全都溃烂了 非常严重 我母亲为我四处寻医求药 都没有办法救我 那后来呢 后来我明白了 这是业障病 是因果报应 正所谓妙药难医 怨业病 于是我舍弃了医药 转而求观音菩萨 那您是怎么坚持修行的 粗茶淡饭皆是修行 我以后一定好好修行 老师父您出家剃度了 您师父都是咋教你的 光教念佛 光教您念阿弥陀佛 我没学过什么东西 光念阿弥陀佛 我没有上过一天学 不认得一个字 上山剃度后 师父就叫俺光念阿弥陀佛 叫俺明白了不要乱说 不要指手画脚 出家人不要讲就穿 不要讲吃不要攀缘 不要希望别人供养你 穿得好了吃得好了 西方你就不想去了 那我能成佛吗 好好念佛好好修 都能成佛 你要是不修啊 怎么会好 你像我这几十年了 每天都是早晨三点钟起来 我起来烧烧香 我坐着念佛转转绕佛 念佛转得累了 就靠在那 靠着还在念佛 那不是一会儿能修好的 那我也好好念 念完佛 然后到佛堂里 回向回向 不要说 我念个阿弥陀佛就行了 不念到一心不乱 不算念 人不学好不行 我呀 专程来看望您的 他们有好多问题 想请教您呢 念佛有什么感应啊 对 您给我们说说吧 什么感应 稀奇 不要求 啥都是自然才好 念佛呀 我每天晚上在念佛时 只见床上床下 屋里屋外都是人 记得满屋子 都是众生在听我念阿弥陀佛 到了早上起不来 就听见有人在耳边喊 快起来念佛了 真是妙极了 就是说感应 稀奇之类的事情 不要去求 不管它是真的 还是假的 如果求这些 自己就退步了 因为它干扰了 我们的清静心 污染了我们的清静心 它让我们的心 失去平等 这对我们是大障碍 所以不要求 那您见起了世界了吗 老佛爷跟你说了啥 别说 老佛爷不就说呀 泄露天机 那犯雷打呀 你若是见谁都说 下一回他永远不跟你说了 好好念佛 你只有好好念佛 才能离苦 才能得乐 才能往好处去 学佛人有福报 学佛人也有善根 没有善根 他就念不了佛 好好念佛 回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走了 师父 你在寺院多住一晚吧 不能住了 我要赶回家 送我侄子去当兵 他又不是小孩家 又丢不了 你非去送他干啥 师父怎么了 对呀 为啥非得留你多住一天 师父 师父去挖树根了 每年秋天以后啊 师父就去挖树根 然后剔开晾杆 以为冬用 你可是不知道啊 老师父救了我一命啊 我县里出了一起杀人案 这杀人犯和我认识啊 这天就跑到我家躲避 一看我不在家 就转到知书家去了 第二天呢 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 知书作为窝藏犯 也被抓了起来 罚了八千块 还坐了一年牢 那太悬了 如果我当时在家 那现在被抓起来的 就是我呀 多亏了老师父拦着 让我多住一天 这是他老人家 一生唯一一次阻拦别人啊 他老人家真神啊 还有几次 师父身临险境 最后也都转为为安 你不知道他过的那些关口 咱这凡夫 也看不出这真佛道庙啊 这几天怎么这么热 好几天都没有下雨了 听四门前晒麦子的村民们说 电视上预报 近几天都没有雨 映志 你们几个一起在菜地里 挖个排水沟吧 师父 老汗天的都要汗死了 挖什么水沟啊 你挖吧 师父 你挖吧 天这么热 又汗 没有雨 还挖什么排水沟呢 师父叫挖 那就挖吧 尹志 你把那几个大包拿出来 那是什么 肥料袋吗 您把那些袋子 都接起来缝好了 把那几个菜垛 给我盖住 天要下雨了 那肥料袋子 麻麻花花 哭哭隆隆的 很多是旧的 风化的 都哭哭隆隆的了 隔雨 你给我盖上啊 这根本都不隔雨 隔雨呀 你给我盖上吧 好吧 那就盖上吧 走 你看这 干完了赶紧走吧 没想到前天下午 刚挖了排水沟 第二天上午 就下这么大的雨 一连下了好几个钟头呢 幸亏事先做了方范 菜地和寺院里才没有积水 你说 师公是不是有神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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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什么如此不动寻常啊 师父为什么半夜 就烧了这么多纸箱 天机不可泄露 告诉我吧 师父 一定不往外讲 我看到满天都是阿弥陀佛 什么时候 在念佛的时候 或是没念佛的时候 许多次都是天上在念佛 地下也在念佛 天地间的念佛融成了一片 天地之间都在念佛 是一起念吗 有时是我念佛 引起上面下面一同念佛 有时是上面下面念佛 引起我念佛 都念什么 天人在念佛 天人在读 无量寿经 地下在念佛 天地念佛融成一片 连成一片 天佛 去那看看 这不是师父的木塔啊 是 欸 欸 啊 啊 啊